跟著節奏 喬著樂器阿公阿嬤們的年紀一大把 手腳跟聽力都還是很靈活 精彩的表演 讓台下的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新竹市三個區的樂林學習中心 最近舉辦了聯合成果展 不只有阿公阿嬤的活力演出 還有許多的藝術創作 多元奏品看了出來這群長輩的生活 多彩多姿 那我們這一次的成果展 有分為靜態跟動態 那我們剛剛可以從我們的成果展 我們看到了我們東區樂林的一個風天樂團 還有我們剛剛北區的一個口齊 還有我們香山區的剛剛的廣場 都是帶給我們民眾非常非常開心的一個活動跟展現 那希望說我們新竹市的市民 能夠藉由我們三區樂林中心夥伴的一個無私奉獻 能夠持續的在我們新竹市扎根快樂學習 謝謝各位 為了讓長輩的活動健康自在 新竹市政府不遺餘力推動高齡教育 以及終身學習 成功的帶動學習風氣 可以說是全國之冠 新竹市教育處副處長 張品山表示 未來會持續的大理推動 給長輩更好更優質的退休人生 我們的樂林的成果展 在我們全國已經連續獲得 七年的產年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參與人數 都是歷次的創新高 那也展示了我們新聞市的一個市民 對於我們樂林上學習的渴望 未來在市府我們也會持續的推動 讓我們的在設備或是在市場上面 都會持續的經營 在樂林教育中心的推動之下 長輩們涉略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從一文書法 花意 手作 手工藝以及串竹作品 長輩們的表現五彩繽紛 退休人生 銀髮長輩越活越年輕 記者林彥斌 新竹採訪報導